今天要当好媳妇 我妈是六十岁好的家妆 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不是男女 没有这么多啊 我现在看到前面警察都在那里 好怕警察来赶我 现在有点发抖 这个时间 按个订阅 你会发落我的吧 哦好谢谢 看一下我现在在 精湛女孩 然后在这家小楼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他们的咖啡是就是 用碗装的超特别 舒服 我点的玫瑰奶铁 今天要当好媳妇 因为今天是 我老婆又去出差了 又去花莲了 她现在还在花莲 等一下就会坐高铁 回来台北 然后我就工作一下 跟她开车去接她 去台北车站接她 所以先来工作一下 在台北车站啦 今天是 接老公出差回来的党 明白了 就是贤内度 身兼重任 我觉得我还是挺能干的吧 其实台北车站这里 哪里可以稍微停一下 哪里可以停一段时间 哪里更快的可以去接人 我已经了如指掌了 然后我现在看到前面警察 都在那里亲那个 林亭上下车的 其实也是需要的嘛 就是你接人归接人 但是也不能影响交通 如果老公还没来 我现在在这里 这里好像是大家默认 可以稍微等一下 然后人来了 就赶紧开过去接人 就马上走的那种 算一算也接她好几次了 应该快到了 其实我在这有点羞紧张 好怕警察来赶我 其实台北车站真的很大 之前不太熟的时候 有的时候老公跟我说 让我到哪里去接她 我都要找半天 后来我就觉得 还是要把它搞清楚一点 这样就不至于让老公 等太久 其实她到年底的时候 还真的挺忙的 就各种什么年会啊 尾牙啊 然后各种开会什么的 我就觉得 我能做的就是做好贤内住 然后老公需要的时候 能快速的到哪那个地方 还没到 她来了来了 哈喽 辛苦了 你给我买蛋胶啦 啥啥啥 坏人坏人 哎呀这么多啊 看花莲的蛋胶 超级好吃 是吗 上一次去花莲开心农场门口 随意买的 结果口感绝了 貌似很少地方有卖 哈哈就是这个蛋胶 鸡蛋的蛋 超可爱 然后我们上次是 可爱买的 结果它巨好吃 小小的一颗 这很少地方有看过 是哈 对啊 都有那种八角 但它还不是八角 它是蛋胶 真的 超级搞笑 可爱 花莲 反正我们也就只有在花莲间 它有分 生一点的 熟一点的 然后大一点的 小一点的 价格会 还有四种 这么暗 这么暗不行啊 可以啊 看好小 然后它剥开以后就只有一口 可好吃 比鸡蛋还好吃 就这样 很好 嗯 嗯 嗯 诶 他们家今天没什么人诶 江振程 麒麟一星 人均多少钱 一万吗 听说周润发来的时候就去的是哪一家 但是太奢侈了啊 对 那如果全世界没时间做外可以吗 可以 可以啊 你说我吃两碗 对 你吃两碗吧 我也觉得我可以耶 全世界应该都知道你可以 一个这个 一个清炖越南牛肉河粉 还有一个什么 你帮我选 你帮我选 我一个人吃两碗 我觉得我有点冷到了 就是现在有点发抖 然后刚刚在一个地方坐了两个小时 所以就很冷很冷 那个教会里面超级冷 然后我可能也没有吃饭 就有点冷 严重怀疑是为了给自己吃太多找借口 谢谢两份 好谢谢 牛肉河粉跟蛋包 好 谢谢 化妆哎 我一个人 你还知道 你们不要学我 真的吃太多了 你看 这 牛肉河粉 这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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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都是我的 看我鼻子都爆红了 喝了好多汤 我觉得现在 还是冬天 不能被太阳给骗了 还有川发热一夜 但是还是冷 我看了一下 我八分钟吃完了那碗 老公语色了 心里大家觉得 这女的好可怕 你说那个冰淇淋 其实我有一点想吃 你想吃吗 真的这样 那我跟妈 那你跟我一起吃 都是我的杰作 真的有点快乐 我自己都觉得很快乐 昨天不是去接我老婆吗 突然想到 开车这个事情 就是女孩子开车这个事情 因为我身边 嫁过来的大陆小姐妹们 就玩的比较好的 有跟我一样是老四季的 还有就是在台湾学的 还是一个新手吧 但她是在台湾 考的驾照 就在大陆的书生没有驾照的 然后也有明年开春 然后又看好了家里附近的驾校 然后去报名 也是准备把开车学起来 那我就突然想到 我妈她是60岁还是61 反正就是前年吧 去年 去年学的 因为在大陆学 考试跟 therapy 跟练习不是在一个场地 考试到去一个蛮远的地方 然后他是在楼下的那个驾校 我们刚好楼下 家里楼下有空地 然后就办成驾校 他就在楼下学的 好快点把那个驾照拿下来 所以他在61岁的时候 拿到了他的驾照 我觉得超厉害 因为我自己的驾照是 2009年 就是我上研一的时候 上大学嘛 时间也比较多 就后面的时候 就赶紧把驾照拿一样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技能 不不是你的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就觉得早点能开车还挺帅的 我是09年男的 我是20几岁考的驾照 我妈是60岁考的驾照 我真的对我妈贼佩服 因为你像现在年底的嘛 其实我老婆蛮萌的 就是每天事情非常多 然后她有的时候要去这去那 就是路上她可能就很多事情要办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开车 她就可以做她自己的事情 耽误时间 不会把时间花在开车上 然后我觉得我能开车 台北的路任的差不多了 就可以送她去哪去哪 也是七级吧 应该做的事情 那像我妈她就是考了驾照以后 她本来的初衷是 为了以后 她就可以带着她的小姐妹 到哪转啊转啊什么的 而且她的朋友们 大部分就已经都60多了嘛 都会开车 然后她就不想要 多会有别人 她就去考了 结果她考了驾照以后 最常做的事情就是 我爸喝酒了 或者我爸有饭吃 她去接我爸 就是有点像 做了一个老婆该做的事情 可以笑死了 好了 今天就趁着接我老公这件事情 然后想到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一个20多岁 拿到驾照的正常的女戏机 跟我妈没有想到 是一个60岁 拿到驾照的超人女戏机 我妈是真牛 我是真佩服她 然后我是觉得 在婚姻关系里面 有的时候男方 享受了他们 就是对我们的照顾啊 跟疼爱 女生开车这个事情 不分男女 然后有的时候 用了上我们的时候 就要冲在前面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记得帮当当冲5万订阅 然后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按赞 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 感谢观看